大家好,这一节我们来介绍一下输入输入流 C加的输入输入流是IO系统向用户提供的一个统一的接口 它可以隔离具体的设备差异 使得我们程序员在编程的时候不需要访问具体的一些设备 输入流包括标准的输入输入流和文件流 标准的输入输入流我们在前面介绍 基本的输入输入流那一张已经介绍过了 那么下面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一张图就是标准输入输入流的一个继承层次 积类是iOS这个类 然后下面的输入流iStream和输入流oStream 都是继承字这个iOS这个积类的 iOSStream这个类又派生字iStream和oStream 我们在使用标准流进行输入输入的时候 最终会自动的进行数据类型的转换 我们不需要自己去判断输入的类型 iStream是输入流类 我们前面介绍的Cin就是iStream类型的一个对象 oStream是输入流类 Cout就是oStream类型的对象 Cin和Cout都是系统预定义的两个对象 关于Cout的Cin呢 因为前面我们介绍过了 这里我们就不再详细介绍了 我们只回顾这么多 我们主要来介绍一下文件流 CA加在投文件AppStream.h中定义了CA加的文件流 因此呢 当我们需要使用文件的时候 需要包含AppStream.h 在这个投文件中定义了各种文件的操作 以及预算符 下面这张图呢 是文件流的一个继承体系 G类呢 也是iOS这个类 它跟输输流的G类是一样的 ifStream是输入流类 用来从文件中读取数据 ofStream是输入流类 用来向文件中写入数据 fStream呢 同时继承了ifStream和ofStream 所以说这个fStream呢 同时具有读和写文件的能力 文件可以分为两大类 分别是文本文件和二丁制文件 这两种类型的文件 在打开和关闭是有一些相同的地方 同时呢 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下面呢 我们来分别介绍一下 对文件进行操作之前呢 我们首先是要定义文件类对象 只有将文件类对象与具体的文件关联之后 我们才可以对这个文件进行各种操作 首先呢 我们需要来定义文件的对象 可以有以下三种方法 一种方法是使用fStream来定义一个对象 file 这个时候呢 file呢 因为它是fStream类型的一个文件对象 所以说它是既可写又可读的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输入流类 fStream来定义一个对象 但是这个文件对象呢 只可读 不可写 直接使用ofStream来定义一个文件对象之后 只能对这个文件对象写写 但是不能读 定义文件对象之后呢 需要将这个文件对象和文件关联起来 这可以使用open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上面定义一个输入流文件对象 in file 然后定义in file的open方法 将它跟这个txt文件关联起来 关联之后呢 我们对这个对象进行一些操作 定义这个输入流文件对象也是一样的 也是这样open方法 将它跟具体的文件进行关联 关联完成之后 open成功之后 我们就可以对这个文件进行读写 对文件进行读写的时候 跟从标准数输入流中 读取和写入是一样的 都可以使用流插入运算符和流tg运算符 这句话呢 就是从in file这个文件中 读取一段字符串 保存在Zen类型的STR对象中 下面这句话呢 就是将STR这个对象中保存的字符串 写入到这个文件中 跟使用标准输入流 用法是一样的 在使用完成之后呢 我们可以用close的方法 来对文件对象进行关闭 关闭之后呢 这个对象所占的一些资源就被释放 同时呢 对象与文件之间的关联也取消了 定义的appstream对象之后呢 可以对文件进行读写 所以说我们需要在open的时候来指定打开的方式 比如这里呢我们定义两个appstream类型的文件对象 file1和file2 在open的时候呢 第一个参数要关联的文件的路径 第二个参数呢 要指定你要打开的方式 比如是iOS in和iOS out 它们都是枚举类型的 iOS in表示说 这个文件是用来读的 iOS out表示说 这个文件是用来写的 open的时候 如果说文件不存在 或者说正在被占用 就会导致打开失败 我们在open的时候 一定要判断 到底有没有打开成功 类似下面这句话 这里呢 跟C人提供的文件操作的一些函数 都是类似的 就是我们在打开一个文件呢 文件进行读的时候 如果文件不存在 那就会打开失败 打开一个文件进行写的时候 如果文件不存在 那么则会新建一个文件 如果这个文件存在 则会将原来的内容清空 我们在上面介绍了 这个打开文件和关闭文件呢 对文本文件和二逆证文件 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 在对文本文件和二逆证文件 读取和写入的时候 它们就有区别了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读取文本文件 读取文本文件呢 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getc方法 每次读取一个字符 另外一种呢 是getline这个方法 每次从文件中读取一行的数据 它是遇到getn结束的 读到文件中尾的时候呢 这函数也会返回失败的 像文件写入一个字符的话呢 是用put方法 关于对文本文件的操作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下面呢 我们来介绍一个实例 这个实例呢 用来实现两个文本文件的拷贝 这是一个空的工程 然后我们在这里来实现一下 对两个文本文件的拷贝 首先呢 首先呢 我们需要包含一下文件流的 头文件叫做fstream.h 然后呢 我们需要来定义两个文件对象 用来读取数据 第二个呢 是ofstream 类型的类型的文件对象 它表示用来写的这个文件 定义文件对象之后呢 需要将它跟具体的文件关联起来 这可以叫open方法 这里是指定一个文件的路径 我们指定地盘 testtxt文件 然后呢 是将outfile进行关联 因为它是一个新的文件 拷贝后的文件 这里呢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叫做test copy.txt 如果这个文件不存在的话 就会新建一个文件 如果说它已经存在了 就会将它清空 好 这里呢 我们来 判断一下 有没有打开失败 直接去反 如果有一个失败的话 就返回失败 就返回 然后输出一下 openfile file 反回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 从infile中 读取 读书 然后写入到 outfile 这个文件 对象中 首先呢 我们需要来定义一个 恰例型的 临时变量 用来保存 你的字符 下面呢 是一个循环 循环呢 从test 这个文件中 读取字符 读取完之后 将这个字符 写入到 test copy 这个文件中 直到文件的结束 循环的 使用infile 循环的读取 这是使用get方法 读取到ch这个字符中 如果说读取到文件的末尾 或者说读取失败 那么因get方法就返回了boss 那么就会退出循环 如果说成功读取的一个字符 get方法是返回处 把循环继续执行 然后呢 将这个字符 写入到test copy 这个文件中 就是使用pull的方法 这样就好 然后为了更清新的 我们在这里 将这个字符输出一下 在读取完毕之后 推出循环之后 文件已经被 读取完成了 这里我们关闭一下他们 使用close方法 释放他们所占用的资源 同时取消他们跟文件的关联 我们编译一下 编译成功了 我已经预先在地盘创建了一个test.txt这个文件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较简单 只有几个字符 待会儿呢 程序执行完成之后 需要在地盘生成一个test.txt这个文件 然后它的内容呢 也应该是这些字符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是不是这样的 可以看到程序读出来的字符 确实是跟test.txt内容是一样的 可以看到确实是确实有这个文件 它跟test.txt的内容是一样的 介绍完文本文件之后呢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二进制文件的读写和关闭 前面在创建文件对象 关闭文件对象的时候 二进制文件跟文件是没有区别的 但是在打开跟读写的时候是有区别的 我们在电用open方法的时候 如果没有特别的说明 默认的打开的是文本文件 如果我们需要打开的是二进制文件 那需要特别说明一下 怎么说明呢 在第二个参数中 制定一个iOS binary iOS in iOS alt 以及iOS binary 它们都是表示IO的模式 它们是每举类型的 多个每举的值可以使用货运算符 来组合来使用 如果说不指定iOS binary的话 那默认就是打开文本的文件 关闭二进制文件的方法 跟关闭文本文件是一样的 都是要用close方法 二进制文件的读写 跟文本文件是不一样的 它需要使用自己的方法 读的时候需要使用read这个方法 就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 要保存数据的一个缓冲的 缓冲器的指针 第二个参数是 要读取的数据的长度 下面这两条语句 stuinfo 它是一个结构体对象 这里我们将对象的手地值 传递给read的方法 然后将它的对象的大小 也传递给它 比如说我们每次读取后的数据 保存在了stuinfo这个对象中 下面这句话 读取1024个字符 将这些数据保存在pbuffer 可以缓冲器中 二进制文件的写入 要使用read的方法 它也具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要写入数据的缓冲 第二个参数是要写入的长度 这跟c原介绍的一些函数都是差不多的 有一个方法叫EOF 它可以用来判断 三进制文件是否已经到达了文件的结束 如果说到达文件末尾的话 返回零 否则的话就返回非零指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文件指针 c加的文件指针跟c原文件指针都是一样的 打文件之后 读取或者写入一段数据之后 文件指针都会移动到新的位置 比如说我们调用read的方法 读取1024个字节 读取成功之后 文件指针都会向后来偏移1024个字节 下面这句话是向file文件对象写入10个字节的数据 成功写入之后 那么file的文件指针也向后移动了10个字节 c加中也提供了随机移动文件指针的一个方法 叫cg这个方法 它只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表示要移动的字节数 第二个参数是每举类型的 表示说开始移动的位置 iOS UR 表示从当前的位置开始移动 另外两个相对位置是begin 比如说从文件的 相对于文件的开始位置 iOS AND 表示说相对于文件的末尾 下面这句话表示说 从文件的开始位置移动 向后移动10个字节 这句话表示说 相对于文件的末尾 向前移动20个字节 因为它的值是负的 正的话是表示向后 那负的话表示向前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个 再来介绍一个实例 这个实例呢 实现两个二精致文件的拷贝 我们将原谅的代码注释掉 这里呢我们直接来定义两个 AppStream类型的对象 第一个是InFile 它是用来读取的 第二个是OutFile 它是用来写入的 它是拷贝后的新的文件 然后呢将文件对象和文件关联起来 这里我指定一个绝对路径 TestB DT 第二个参数 需要指定说打开的方式 以及文件的类型 因为是二精致的 所以我们这里指定 Binary 表示我们打开的是二精致的文件 Copy过的文件呢 我们来我们定义成一个TestB CopyDT 这个文件 它是用来写的 然后呢它也是一个二精致的文件 我们来判断一下 有没有打开失败的情况出现 就一个打开失败 那么我们直接返回 打开成功之后呢 我们需要循环读取数据 然后写入到outFile 这个文件对象中 然后直到文件的末尾 这里我们需要使用一个循环 循环判断是到达了inFile 文件对象的末尾 我们使用EUF方法 如果读取到文件的末尾的话 那么EUF方法反位值是true 那否则的话反位值是false 所以这里我们需要取反 然后我们需要从TestB.D 这个文件中读取数据 我们使用read方法 然后需要两个参数 我们这里定义一个缓冲区 它具有1024字节 我每次读取1024个字节 读取完成之后 我们需要将这些数据写入到新拷贝的文件中 我们使用write方法 使用buff 那写入到数据长度 我们写多少呢 也是1024嘛 如果文件的长度正好是1024倍数的话 那么写1024是可以的 如果说不是的话 那最后一次写入就会有问题 这个方法 如果说最后一次读取的时候 剩余的数据不够1024 它只会读取实际的长度 所以这里我们需要获取一下 最后一次获得的实际长度 这只能像这个信用件中写入 它实际读取的长度 怎么来获取呢 我们可以使用gcon的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返回最后一次读取的数据的长度 我们定义一个影视变量接收一下吧 这样就可以了 好 Copy完成之后 来关闭一下它们 像close的方法 我来编译一下 可以看到 成续编译成功了 我事先已经在D盘 创建了testb.dat 这个二进制文件 没有创建testb.dat 这个文件 所以说这个文 会重新建一个文件 如果说这个文件存在的话 那么就会将它清空 因为这里我没有像屏幕输入任何数据 那这里呢 我们打印一行数据 表示我们程序 已经成功拷贝了 Copy Success 我们来运行一下 诶 可是已经成功了 我打开D盘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D盘确实有一个testb.dat 这个文件 它跟testb.dat 因为内容是一样的 我打开D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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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开D盘